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探索未知这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去不同的地方 认识不同的人 感受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大家好 我叫唐苏军 我是可持续旅游的忠实拥护者和推动者 我出生在云南 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但其实云南除了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理啊 丽江啊 这样非常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之外 云南还有很多非常丰富和神奇的地方 作为一个云南人有的时候我很纠结 一方面我希望有过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一样 走近他们 了解他们 爱上他们 而另外一方面我又想也许少一些游客 少一些开发 少一些打扰 能让这些原生态的美保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我们都爱旅游 但是要知道不可持续的旅游方式 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从大的地方来讲 旅游意味着我们要新建酒店 修建公路 建很多的基础设施 这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会改变地表的地貌 最后可能会导致栖息地的丧失 野生动物失去家园 从小的方面来讲 游客随手地丢掉一个塑料水瓶 它不单只是会破坏这个地方的美 因为大家都知道塑料它不能降解 所以最后塑料会变成微塑料 通过我们的食物链被我们吃掉 回到我们体内 破坏我们的健康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我们每人每年要吃掉250克塑料 这相当于50张信用卡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吃掉一张信用卡 这个数字可怕而且惊人 当然了 过度的旅游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 交通拥挤 物价上涨 房价飙升 当地的很多原住民 他们可能会无法负担而搬离这个地方 那些原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旅游目的地 慢慢地会失去它原有的吸引力 那么有没有一种旅游方式 是可以让我们既能够体验这里的文化和美景 又不产生破坏 2015年 我从非洲赞比亚回了国 我回到了我的家乡云南 我加入了一个本地的旅游品牌 成了联合创始人 我们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 是用帐篷作为住宿形态 在非常美的地方 去打造一个生态的可持续旅游精品的目的地 这一年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高丽贡山 高丽贡山很美 它在云南的西边 它是横端山外的一个部分 南北走向大概440公里长 海拔最高的地方和海拔最低的地方的高差 大概有3000到4000米 这么高的海拔差 造就了高丽贡山非常立体的气候带 这样照片大家能看到 上面是雪山 下面是花丛 这也就带给了高丽贡山 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 高丽贡山也被称为是自然的基因库 这里有非常多的物种 这里有超过500多种鸟 很多官鸟爱好者都把高丽贡山 当成他们毕生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高丽贡山除此之外 也是近30年来 我国发现新物种最多的地区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么一个物种多样性如此丰富 自然环境如此优越的地方 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打造我们的旅游产品 才能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不去改变地形地貌 不去打扰野生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呢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远远比警示摒弃以及塑料水平来得复杂 我们团队想了很多 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控制游客数量 因为如果超过了承载量 任何的设计和管理都是徒劳无功的 都不能够避免破坏 我们利用树梢间的空隙 最后只放了15个客房帐篷 这意味着整个营地 即使是满盈的情况下 在这里的游客的数量总数也不会超过40个人 我们最大限度地去减少了噪音的污染 控制了我们对环境的压力 那第二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形态去呈现这个帐篷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里是个很大的空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帐篷直接放在空地上 这当然最简单不是吗 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地面进行开挖 这不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了吗 综合考虑的很多因素 我们决定还是用一个高架栈道的形式 去展现我们的营地 我们沿着森林的边缘 修了一个大概一公里长的高架栈道 就像大乐高木基木一样 我们把帐篷放到了高架栈道之上 就这样我们建了一个树梢上的帐篷名帝 这种方法当然不便宜 因为光是栈道本身 我们就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这样高架栈道的方式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 因为栈道价高了之后 我们就有机会把排水管道 排污管道 电缆 全部藏在栈道下面 就不用开挖了 这帮助我们保存的地表 不要受破坏这个原则 除此之外 栈道最高的地方其实是有12米的 相当于四层楼这么高 栈道架高之后 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办公室 厨房 仓储空间 这些功能区域 全部藏在这大概四层楼高的夹层当中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重新新建一个 后勤基地来支撑营地的运营了 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我们的建设强度 这张照片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栈道下面其实还有一条路 我们在这个地方选址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是有一条领馆通道的 消防通道 栈道架高以后 其实我们是把一半的栈道架在的路面上 道路还是可以继续通行 我们想了一切的办法 去尽量地去利用已经有的人为空间 去进一步减少我们向森林要地的面积 当然了 栈道给我们带来很多运营的便利 所有的游客如果你要离开栈道 来到地面 必须经过我们特殊设计的这样一道门 如果游客想要到森林里去徒步 要进到森林 还需要去前台去通知我们的同事 在我们同事带领之下才能进去 这一方面呢 帮助我们管理了游客的安全 毕竟那是森林 另外一方面也帮助我们的同事 可以去监控游客的行为 尤其是那些可能对环境产生破坏的行为 通过高架栈道的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实际上是把人的活动空间 和动物的活动空间隔开了 我们把人限制在了栈道之上 而动物可以自由地行走 并在这里 他们才是主人 栈道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那些官鸟爱好者们 他们甚至可以不用望远近了 他们就可以听着鸟儿唱着歌儿 从他们的身边飞过 抬高的栈道甚至还有造井的功能 你可以坐在栈道上 喝着红酒品尝着下午茶 欣赏着高丽工的日落 非常的惬意 在整个栈道的建设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遵循了很多原则 其中一个原则是一棵树都不砍 这个可能很容易理解 这张照片大家能看到我们在栈道中间保留了很多的孔洞 树是可以穿过这些孔洞持续生长的 但不仅仅如此 我们除了一棵树都不砍 还一棵树都不种 为什么不种树 其实只有正确的树 种在正确的地方 在正确的时间节点 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 才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和效果 轻易种下的一棵树 可能跟本地的物种争夺资源 反而打破生态平衡 另外如果你的树种没选好 甚至有可能会引入入侵物种 要知道全球生物多样性损耗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入侵物种 当然了 栈道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试想一下 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建了一个好像侏罗纪公园这么一个装置 很多村民们纷纷都徒步来到我们的营地 他们邀请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看这个装置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攀爬我们的栈道 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我们游客的隐私体验没有了 另外因为栈道12米高 还有安全隐患不是吗 怎么解决这个冲突 我们的同事很聪明 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叫公众开放日 在我们营地刚刚建好的前几个月 我们每个月有这么一天是不对爱开放的 我们只开放给当地的村民 我们打开栈道 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营地 告诉他们我们是谁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乡有多么的美 多么的值得保护 从那之后 当地村民就不会选择在没有公众开放日的时候 来攀爬战道了 他们会选择有服务的公众开放日来 这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个冲突 而他们当中那些认同我们理念的同事 最后甚至成了我们的营地的同事 当然了 要做一个可持续的产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体系 我们在整个营地的设计和运营过程当中 是遵循了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GSCC 关于可持续旅游的42个指标 非常的复杂而且完整 我举例说明 我们尽量地减少了不必要的光照 以减少光污染对野生动物可能产生的打扰 我们尽量地考虑的是本地采购 以减少食物里程可能造成的碳排放 我们没有点菜的功能 我们使用的是制式菜单 因为点菜意味着你需要准备更多的食材 吃不完就会造成食物浪费 我们在营地的活动当中 融入了很多本地文化的元素 你可以在这里吃到 腾冲非常知名的大旧架就朝耳快 你可以自己去涂一把油脂伞 甚至听一场皮影戏 我知道可持续这个词 现在已经越来越流行 我们把它常常挂在嘴边 但是要知道可持续它不只是三个字 它也不是一个词 一件事 它其实是一个复杂 庞大而完整的体系 要真的做到可持续 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文化 历史 环境 还有当地社区 我们要尊重的不仅仅是大自然本身 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被这么大的庞大的体系所吓跑 没有人能做到完美 不要让完美体系 让完美主义去阻碍我们的进步 可是剧旅行本身它就是一场旅行 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旅行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现在开始 从选择一场负责人的旅行出发 让这场说走剧走的旅行 变得更加有意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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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